好 那我們看看這一題 這個題目啊 如果那個 之前沒聽到的話 我就快速幫你講一下什麼是貝斯定理好了 貝斯定理是這樣說 就是說 如果呢 講到這裡有個樣本空間 有個樣本空間 S OK 然後呢 把它拆成了四個部分 拆成了那個 A1 A2 A3 A4 然後呢 這四個就是什麼東西 這四個啊 A1 A2 A3 A4 就是 A4 的什麼 紫集合 然後呢 這紫集合裡面呢 又發生了那個 B 的機率 就是裡面 這是 B 的那個事件 那原本應該怎麼算 原本應該是 S 分之 B 就是發生 B 的機率嘛 因為這是所有的樣本空間嘛 然後分之發生 B 的事件的那個次數嘛 那我們可以用貝斯定理的概念去做 就是說 所謂貝斯定理說 我把這個樣本空間分成這四個部分 而且每個部分呢 並沒有重疊 那就會變成說 發生 B 的機率呢 可以把他顯成 就是什麼 就變成 A1 分之 B 加 A1 分之 B 加 A2 分之 B 加 A3 分之 B 加 A4 分之 B 的機率 選黑的話 選黑色的 然後放到 B 的裡面去 那增加的機率是多少 假的拿一個黑球進去裡面的話 是不是就 B 的八分之三 對不對 因為總共八顆球嘛 五百三黑嘛 對不對 就總共八顆球 然後裡面其中是黑色 是三 所以 你拿一個黑球到 乙的機率呢 是八分之三 接下來 再從乙球裡面拿出兩顆球 是白球的機率多少 是不是乘上幾分之幾分 不是六分之四喔 而是七分之四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的那個 那個假的黑球已經放到乙裡面去了 所以假乙的話總共有七顆球 這樣會不會 所以這個部分呢 相當於我這個假被失利裡面其中一塊 好 另外一個情形的是 假放的是什麼 假選的是白色的 然後放到 E 裡面去 好 那機率多少 假如果拿白球的話呢 是不是就八分之五 對不對 乘上七分之幾 一樣的七顆球 可是如果有一個多幾顆白球 五顆對不對 七分之五 好 然後兩個相加呢 就是你的答案 OK 這樣會不會 OK啦齁 所以答案的話就等於八分之五 OK 乘上這個 等一下喔 我們看一下 我這裡答案寫錯了 你覺得我哪裡寫錯的 你覺得我哪裡有問題 你覺得我哪裡有問題 有一點有問題 哪邊有問題 有一點有問題 對 因為他說 從移裡面取兩顆球出來 對不對 那這邊呢 我們不能夠降血 前面可以的原因是因為它只有一顆 所以沒有問題 聽懂我的意思嗎 你最完美的方法應該不要降血比較好 應該降血比較好 應該是 C8取1分之 C3取1 一樣是8分之3 就是8顆球裡面取一個黑球 聽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後面呢 其實應該是C7取2分之 C4取2 才對 這樣子才是正確答案 那這邊呢 也是一樣的情形 應該是 C8取1分之 C5取1 乘上 C7取2分之 C5取2 這樣才對 看懂嗎 所以答案在降血 我要小心這邊 所以答案能得8分之3 乘上這個 C7取2分之C4取2的話是 快速幫你看是21分之10 然後呢 加上這個機率 應該是8分之5乘上21分之 對吧 對 C4取2分之10 C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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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這裡應該是6才對 然後這裡還是21分之10 這樣才對 好 所以答案就等於 1 6 8 分之 18 加 5 值 又是 8 所以等於 42 分之 17 OK 這樣才是你的答案 好的 記一下 就是你要用取的方式去做比較不容易犯錯 這裡把它寫上去